一起来练习一遍吗?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念哦 What's the date today? It's the 3rd of May I see I see是我明白了的意思 在进行交谈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short exchange 来让整个交谈过程更加的自然 下一个例子 When's Mother's Day? It's on the 2nd Sunday of May That's soon Mother's Day 母亲节 The 2nd Sunday of May 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That's soon 表示就快到了 再来一个例子 When's your birthday? It's on the 5th of January 你的生日在什么时候? 我的生日在1月5日 short exchange我们可以用 Really? 真的吗? 好巧我的生日也是在1月哦 My birthday is in January 2 学过了这些问语答的结构 现在又到练习时间啦 今天我们来和美术做个结合 Let's make a special day reminder card 让我们来做个special day的提示卡吧 同学们可以自由设计封面 提示卡的内容 你可以记录一些特别的日子 如家人或朋友的生日 父母的结婚纪念日 父亲节 母亲节 等等 运用今天所学习到的知识 用英文询问家人或朋友的生日日期 当你在进行这项问答活动时 也可以请家人用手机帮你录影 然后把你制作好的卡片拍张照 一起发给老师哦 别忘了在卡片上写上名字和班级哦